如何才能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新春佳节 在中国的传统节律中 最受重视的莫过于春节 春节是亿万华夏儿女最为隆重的节律 在如此吉祥美好的节律里 我们贴春脸以迎新纳祥 发红包以请愿祝福 还要规避一些不祥和的言语 这些都是为了过一个吉祥年 可是春节间也混杂着很多要命的风俗 这些风俗却是与愿违埋伏着各种祸根 只能让大家灾祸不断 今天我们共同盘点春节期间的不良风俗 远离恶俗 趋吉避凶 春节请远离那些恶俗 恶俗之杀生害命 每逢节日 餐桌上的人们无肉不欢 在春节期间 更是大肆宰杀有知觉的悟命 硬生生地把家宴变成了沙场 把节日变成了众生的浩劫 把美好祝福 把美好祝福变成了无形诅咒 把祥和喜悦变成了血腥灾难 世界最大的仇怨 莫过于夺人性命 谁不爱命 谁不怕死 你害他命 他岂能甘愿 所谓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愣言经》中讲道 以人食养 养死为人 人死为养 如是乃至食生之类 死死生生 互来相淡 恶业俱生 穷未来尽 你杀了众生 众生就来向你讨命债 这样的互相残杀 使我们在六道中 互相纠缠 生死轮转 求出无期 不仅如此 现在的人 为什么生些奇奇怪怪的病症 一言以蔽之 就是从杀生而来的 这些怪病 连技术发达的现代医院 都束手无策 而且 世间大多数战争 及巨大灾难 都是由于杀生恶业照感的 怨云禅诗云 千百年来 千百年来 碗里庚 怨生四海 恨难平 欲知世上 刀兵结 但听 图门 夜半生 我们的一隐一措 包含众生 多少血泪 真是可悲可叹 发人深险啊 不杀生吃肉 绝对是新年中最吉祥的源起 年夜饭是我们中国人极为重视的一餐 素食可谓是最好的选择 健康环保 纯净自然 如果大家无法避免为家人做肉 这时也一定要购买三净肉 心中有爱 则时时祥和 口下留情 则世世喜乐 用慈悲成净之心善待万物 亦是善待我们自己 恶俗之杀生祭祀 过年时 人们都要祭祖 祭仙神 以表示对祖宗先辈的感恩和怀念之情 希望祖先神灵 保佑子孙后代 兴旺发达 幸福安康 慎中追远 明风归后 祭祀先祖的风俗非常好 但是 你杀鸡宰羊 用肉食去败祭 无意间 又造作了无量无边的罪业 地藏经上说 儿所杀害 乃至败祭 无仙豪之利 利益亡人 但结罪园 转增深重 杀生祭祀 不但不利祖先 反而增加他们的罪业 使他们万生善处 不仅不能得福 还会因此而遭难 对于生者与亡者都极为不利 所以有智慧的人 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其实 祭祀祖先 清明扫墓 办理丧事等 都应该戒杀 以增加过世的亲人祖先的名符 祭祖时 大家可以用素食 以及鲜花 水果 糕点等作为贡品 这样 既没有血腥味 又祥和吉祥 再将诵经念佛 及一切善行功德 回向祖先 离苦得乐 往生西方 既善之家 必有余庆 这种祭祖方式 必能使子孙后代 福慧增长 健康长寿 饿俗之 铺张浪费 折损福报 逢年过节 何家团圆 亲朋好友见见面 自然不少 饕餮一顿 山珍海味 轮番上阵 但是 随之而来的铺张浪费 大吃特吃的问题 也出现了 据调查显示 春节期间的浪费 竟是平时的十倍 这是极其折损 自己福报的行为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福报 色身健康 物质生活环境 人缘地位婚姻等等 一切都是福报的划线 有福报的人 做任何事情都很顺利 没有福报 就事事不顺 常遭遇困难 要知道 人生衣食财路 皆有定数 古语云 福尽栽来 路尽人亡 吃苦就是疗苦 享福就是消福 一个人的福报 好比银行的存款 如果只取不存 就会有透支的时候 不陪福报 只知道享乐 当福报 享尽 灾难 必然会接种而来 西医西食 非为西财 为西福 唯有西福 才能受福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竹一说 即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 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 就是燃放爆竹 以爆竹声除旧迎新 燃放烟花爆竹产生的烟尘 碎屑 不仅污染环境 还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人身安全 在民间认为 鞭炮是礼炮 是对神明的致敬 却不知道 他们听到的时候 去向遭遇战争 特别恐怖 最重要的是 放鞭炮 会把不同围次空间的众生 炸得血肉模糊 新春佳节 万家灯火之时 隆隆的鞭炮声中 总有很多生命 因为这鞭炮声 悲悲怯怯 所以 我们倡导大家 尽量不要燃放烟花爆竹 还天地一片 祥和安宁 恶俗之 饮酒与赌博 每到新春佳节 酒是宴席上少不了的主角 春节中的各种交际应酬 都是在公酬交错中进行的 酒 似乎成为最好的热华季 但是你知道吗 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 每年有180万人 因喝酒而死亡 专家指出 当血液中 酒精超过0.1% 即进入醉态 醉酒伤肝 不亚于清形肝炎 而超过0.4% 便可招致生命危险 酒 是昏狂之物 一切严重的过失 都因此而生 佛说《善生经》中说 饮酒有六种过失 一者失财 二者生病 三者斗争 次者恶名流布 五者会怒报声 六者智慧日损 青春佳节之时 提倡大家 远离饮酒 身心清静 自他安乐 节大欢喜 当今社会 拜金主义盛行 在这浓郁的年味中 还有一个与 节日氛围不和谐的现象 那就是 赌博风盛行 不少家庭 因为沉溺于堵桌 而无法祥和过年 更有一部分 急功尽力之人 想排桌上发财 沉迷其中 通宵达旦 生活混乱 一句消沉 在严重危害个人 身心健康的同时 还使家庭破裂 朋友失和 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为此 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剧赌 借赌 把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 有意义的事业中去 恶俗之 沉迷电视 电脑与手机 在古代 烽火连三月 以风家书抵万金 而如今 信息时代 万水千山 直尺尖 现代工具 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 乐极生悲 也给我们的社会 带来很多问题 逢年过节 本来是家人团聚的时刻 很多父母 吸引着儿女还家 然而等到的却是 儿女手机不离手 网络游戏一直打 电视看不平地陪伴 父母与孩子的心灵距离 却变得渐行渐远 电视 电脑及手机这些怪物 非常按好人的精神 中医上叫肾经 看一个上午的电视 比干一天活还要累 因为肾经消耗非常严重 精气神都漏掉了 导致身体早衰 反应迟钝 寿命短促 严重损害了身体健康 更为可怕的是 不良新闻 网上色情暴力 充斥在网络上 使青少年的心灵 受到极大污染 导致孩子性格扭曲 心理变态 现实生活中 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误入歧途的事例 数不胜数 在辞旧迎新 合家团圆的时刻 莫让电视电脑与手机 成为沟通障碍 回家过年 请记得 放下手机 远离电脑 给父母有质量的陪伴 我们在渐渐长大 父母却在一天天老去 他们想的更多的是 让中日忙碌的我们 陪在他们身边 面对面 手拉手 说会儿话 哪怕只有几分钟 这种小小的心愿 是一件朴素的 不能再朴素 平淡的 不能再平淡的小事 但能做到的 能有几人 百善孝为先 父母是根 儿孙是枝叶 孝养父母 则根繁叶茂 不孝父母 则根断树枯 孝亲 不一定非要 惊天动地 轰轰烈烈的行为 我们可以从小事做起 陪父母聊聊天 帮父母打扫卫生 收拾家务 为父母做上一顿 可口的饭菜 带着父母 多去外面走走 哪怕只是算算步 很多人都拜过菩萨 拜过神 但是 很少有人跪拜 自己家里的活佛 我们的父母 新年之际 让我们真诚恭请父母 到主位坐好 恭恭敬敬跪下 真诚发心给父母 磕三个头 感恩父母 父母 为我们付出的太多 太多 是我们永远 无法仇达的 大恩大德 因为 他们给予的 是如此 博大 无私的爱 太上约 或福无门 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善心善行 你所遇到的是吉祥 是福利 心行不善 就常常遇到凶灾 或事 一切都是自己 自作自受 积善之家 必有于庆 积不善之家 必有于秧 总之 人要在有生之年 尽心行善 用心践行人道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一期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 愿诸众生 永聚安乐 及安乐音 愿诸众生 永离痛苦 及痛苦音 祈愿天下人 远离灾恶 安乐祥和 阿弥 佛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